老師呢 您進到我們簡報第五頁之後 您可以看到 我在這邊有跟老師介紹 我們隨後3D有幾個版本 首先當然它有所謂的這個 電腦的版本 官方它就有出所謂的安裝版跟免安裝版 那標準的版本 標準版本的話呢 其實就是組成式為主 那提供的3D模型材質比較少 可是呢 Swee Home 3D 它事實上除了3D模型還有材質以外 它也可以安裝所謂的外掛程式 也就是可能原本軟體沒有的功能 那有些這個開發者 就幫它再增加一些功能進來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都有寫成教學文章 都寫成教學文章 那為了方便大家在線上的人使用 所以我有準備一個免安裝的加強版 也就是說我把上面這三個 全部都打包在一起 因此檔案會比官方的安裝版來的大一些 大概900多Meg 那為了方便大家下載呢 您可以找這個地方 我有放在一個免費的空間 但是它只能放3天 好處是這個下載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有指名有效期限 保存期限到這一天 所以您下載之後它就是一個壓縮檔 那我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它大概出來的樣子就像這樣 在這裡 所以您下載了之後呢 就是會有一個這個壓縮檔 您只要按右鍵 用壓縮軟體解壓縮支持就可以了 那我會幫您打包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有沒有 放在這個裡面 那等它解壓縮完成 您就可以用了 好我等它解壓縮一下 所以線上的老師呢 您可以自行 從剛剛那個網站下載 它的下載速度其實蠻快的 但是呢 你第一次點開的時候呢 會有這個 來我先跟你講一下 第一次點開 它會有兩個要同意 你就按GoGo 這樣就好了 就第一次的時候 那下載好了 同意完了 它就有一個下載 Download的一個畫面 好我這邊給老師看一下 在這邊 我點開一下好了 因為我剛剛已經點過那個同意了 你就直接按下載 這樣OK嗎 檔案還好啦 就是大概就900多 這個是免安裝的 那您解壓縮完了 剛剛您解壓縮完了之後呢 待會您就可以從這邊執行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64跟86 老師要認明一下喔 因為我發現有些老師 您可能沒有解壓縮 就直接點兩架進來 這樣子是直接查看 壓縮檔的內容 所以這兩個圖 有沒有感覺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這個圖不一樣 這表示如果你看到的是這一種 表示你的檔案還在壓縮檔裡面 所以一定要麻煩老師要解壓縮喔 解壓縮完了之後 您才可以真正的去執行它 好你看這裡就會變彩色的 點兩架 那它就會打開我們的SYOM 3D 會先有一個 那個執行的畫面 好這裡先關掉 像這樣 它先消失了 老師不要緊張 它等一下就會打開 所以稍等一下就好了 OK 好 這個是 有沒有 這樣它就打開了 那這邊呢 就是您如果到官方網站也可以 事實上我們SYOM 3D 對繁體中文是不錯的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繁體中文 很難得看到我們的國旗 對不對 呵呵呵 真的啦 真的齁 好 當然也有對岸的啦 這裡都有 那我們中文化的作者 是一位那個理設計師 對 他本身就是做室內設計 所以其實他把我們翻成中文化的時候 他真的翻得很完整 這個跟對岸的比起來 我們的強很多 因為對岸的有很多 那個一些模型啊 或者是材質啊 都沒有翻成就是我們 就是那種中文喔 就沒有翻得很好 那這個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的 那當然 我們剛剛用的都是Windows的版本 如果您是Mac的 可能就要麻煩大家 就是要自行用安裝的 Mac很抱歉 以前有免安裝版 但是後來 他一律強迫就是要 呵呵 透過安裝 所以呢 你安裝完了之後 那您可以看到我這邊 為什麼要把這三個獨立起來 這三個獨立出來 就是因為 如果您是安裝版的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比較多的模型 材質還有外掛程式 您需要個別的放進去 那就必須要慢慢的把它放進去 那這邊有一個教學文章 您只要點了 我都有那個連結幫您準備好 網路上 我的這個教學文章應該蠻多的 呵呵呵 所以您可以參考一下 怎麼樣 把安裝版變成加強版 這樣子 OK 好 那隨用3D呢 也不只只有軟體的部分 所以如果呢 未來老師可能 你不是只要在電腦上用 我可能是要因應生生用品版 那他也有這個版本 叫做線上版 好 所以呢 沒有軟體 沒有安裝的 沒關係 我們就用線上版 那當然線上版 就跟標準的安裝版是一樣 所以老師呢 您可以直接從這裡 點開一樣有中文 最重要都是有中文 你把它點開 他就問你 在這裡 這裡呢 老師留意一下 你可以不註冊 就直接使用 就點開這個 但是呢 不註冊 沒有辦法存檔 就是只能用 好所以呢 如果您希望說 存檔 留下來 甚至下載下來 或把你的檔案傳上去 建議老師就是 先做一個註冊的動作 那這個部分 就會需要填寫一些 基本的資料 像這樣進來 有沒有 基本的資料 你稍微填寫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您就可以 透過這個登錄的動作 記得要用之前 要先登錄 那這樣 你就可以把你的檔案 在上面打開 也可以存檔 你可以下載下來 那我們 不管是雲端做的 還是電腦板做的 兩個都是互通的 所以你可以丟上去 也可以 把它在你的電腦板上面 直接打開 這樣老師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所以 11 Home 3D 它本身就是開源的 有沒有老師要猜猜看 11 Home 3D 是來自哪一個國家的呢 哈哈哈哈 Canva是來自澳洲的 對不對 你覺得 我們11 Home 3D 會來自哪裡呢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現場的老師 被Cue一下 哈哈哈哈 有沒有 哪位老師要舉手 都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歐洲的國家 瑞典 瑞典 稍微 太中間了 他們國家沒有那麼高 常常舉辦那個 自行車比賽的 中國 沒有啊 對啦 環法 有沒有自行車 對還是法國的 大家都只想到香水而已 對不對 哈哈哈哈 還有馬克宏 哈哈 這個是法國的 所以 Sui Home 3D 其實是法國的 那個警察 還有交通事故的 標準的 那個什麼 繪圖軟體 因為我們不是交通事故 要畫那個 事故的那個圖嗎 對啊 所以你在上面會看到 有一些交通事故的 還有一些像什麼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斑馬線啊 之類的 然後呢 他們的凶案有沒有 凶案現場也是用這個做的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有什麼 鍊子啊 刀子啊 槍啊 髮廊啊 那些都有 都在上面 都有這些模型可以用 OK 好 那如果呢 老師 你用的 可能是平板 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如果是安卓系列的 因為他也有APP 不過這個APP 並不是官方自己的 但是他認可的 因為 隨後3D是一個開源的軟體 所以那程式碼都公開 那有人就幫他做成APP的版本 所以如果說你想用APP 一樣可以用 這個就是看老師您自己的選擇 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針對他的軟體版本 簡單的解說完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 怎麼去執行 對不對我們剛剛講的 看你知道 32位元或64位元都可以 那您如果用的是我們這個 免安裝的版本 因為我放的3D模型 材質外掛比較多 所以相對的第一次打開的時候 他的那個執行的速度 會比安裝版慢一點點 所以您如果出現這個畫面 請不要急著 再按第二次第三次 不然他會卡住喔 哈哈哈哈 他會卡住 所以你就稍等他 這樣子 萬一真的卡住了 沒辦法開 你可以按照我這篇文章上面的講法 就是把一個Java所以把它關掉就好了 或者當然你電腦重新開機 也是一個方式 因為我們免安裝版 其實對老師 對使用者來講最方便 喜歡就留著 不喜歡就怎麼樣 一絲不留 刪得乾乾淨淨就丟掉就好 完全不會有任何殘雜的東西留在裡面 這個是他執行的方式 這樣老師OK了嗎 電腦版跟線上版它可以互通嗎 電腦版跟線上版可以互通 可以啊 那我在電腦版做完 做好的你可以拿過去 是的 然後線上版做完之後 也可以拿下來 沒錯沒錯 但是他有一個限制 也就是說線上版 他因為是在線上執行 所以他的那個什麼 檔案大小他有限制 也就是說呢 他的檔案大小 我記得好像是50Mb 還是20Mb 就是你的檔案不能太大 不然他會打不開 對對對 這是他的線 那他有做同步嗎 蛤 他有做同步嗎 沒有做同步 所以還是要自己會出貨入圖 應該是這樣講 如果你用線上版 他會存在雲端 那你要下載你就下載一下 那我電腦版編好的 我再放進去 我就可以在線上直接用 對對對 嘿 好這個是像這樣的 那這樣就沒問題囉 好 好